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谈谈米钢的讲究 米钢在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个存放粮食的容器 更是家庭富足与好运的象征 米钢的摆放和使用有着许多讲究 目的是为了确保家中的粮食充足 财富滚滚 正如佛硕42章经中所说 心长存善念 俘虏自来 这句话深刻地提醒我们 要长怀善念 才能迎来福禄 同样 米钢的摆放和使用 也需要我们心怀感恩与善念 米钢的象征意义非常丰富 在古代 米粮是维持生命和生计的重要资源 因此 米钢的装满与否 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温饱 一个装满米的米钢 象征着家庭的风域和安稳 是一种充满希望和安全感的象征 米钢的摆放和使用 不仅仅是为了实际的储粮需求 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和对未来的希望 在传统的观念中 米钢的摆放位置非常讲究 一般来说 米钢应当摆放在家中的厨房或储物间 这些地方通常干燥 通风 适合储存米粮 潮湿的环境会导致米粮发霉变质 而阳光直射则可能使米粮失去原有的营养成分 因此 选择一个干燥 淹凉的地方摆放米钢 不仅可以延长米粮的保存时间 还可以保留米粮的营养价值 米钢应当摆放在家中厨房或储物间的干燥 通风处 避免潮湿和阳光直射 潮湿会导致米粮发霉 阳光直射则可能引发米粮变质 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非常重要 这不仅是为了米粮的保存 也是为了家中整体运势的调和 在中国传统风水学中 厨房被视为家庭的财库 是掌管财运的重要位置 而储物间则是家中藏风聚气的地方 适合放置米粮这样的储量容器 米粮应当保持清洁干净 定期检查 以防霉变或虫害 每次撞米前 最好用干净的布或刷子 将米粮内部彻底清扫一遍 确保没有残留的灰尘和异物 此外 建议在米粮底部 铺上一层干燥的竹叶或防虫纸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米虫的滋生 在潮湿的季节 特别是在南方梅雨季节 要特别注意米缸的干燥问题 可以在米缸周围 放置一些干燥剂或石灰 以吸收多余的石器 将米缸放在这些地方 不仅有利于保存米粮的新鲜 更能保持家中的气韵和谐 在风水学中 米缸象征着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物质基础 一个摆放得当 米粮充足的米缸 可以为家庭带来稳定和繁荣的气场 反之如果米缸放置在不合适的位置 如潮湿的角落或阳光直射的地方 不仅会影响米粮的质量 还可能破坏家中的风水格局 导致菜运不稳 此外 米缸的外观也需要保持整洁无损 破损的米缸不仅影响使用 还会带来不好的象征意义 最好选择一些材质坚固 设计美观的米缸 不仅使用 还能为家居增添一份古朴雅致的气息 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米缸 如带有吉祥图案或寓意美好的字样 这样不仅能提高米缸的观赏价值 还能增加家庭的福气 总之 米缸的摆放和维护 是一个细致而重要的过程 选择合适的位置 保持清洁干燥 注意防虫防潮 这些看似简单的细节 实际上关系到家庭的物质保障和整体运势 通过正确的摆放和使用米缸 我们不仅能够确保米粮的长期保存 还能为家庭带来好运和财富 真正做到家和万事兴 米缸这样装米 第二天就有横财降临 米缸的米装八分满 寓意富足有余 这是源自于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与智慧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米缸不仅仅是一个储存粮食的容器 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追求 将米缸装到八分满的做法 背后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八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八在汉字中的发音与发相近 寓意着发达 发财 因此 将米缸装到八分满 不仅表示家中粮食充足 还有着裁员滚滚 家业兴旺的美好祝愿 这个习俗代代相传 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富足 家庭幸福的共同期盼 此外 八分满的装米方式 也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智慧 中庸之道讲究的是适度与平衡 强调的是不过多 也不过少 装八分满 既不会因为装的过满而浪费 也不会因为装的太少而显得不足 这样的做法 不仅在物质上避免了浪费和益处 也在精神上提醒我们要知足常乐 知足是一种美德 是获得内心宁静和满足的重要途径 这种做法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 也在精神层面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装八分满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储存方式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要注重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富足 正如佛硕42章经中所说 知足之人 虽我地上 尤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亦不称义 这种智慧告诉我们 知足的人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 都能感到快乐和满足 而不知足的人 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和资源 也难以感到幸福 经书说 知足之人 虽我地上 尤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亦不称义 这句话出自佛说42章经 其意思是 知足的人即使躺在地上 也会感到安乐 而不知足的人 即使身处天堂 也不会满意 这句经文不仅揭示了知足的重要性 还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内心的状态 对幸福感的巨大影响 在生活中 知足的人总能以平和的心态 面对各种境遇 即使他们的物质条件并不优越 他们仍然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这种内心的安乐 源于对现状的接受 和对已有事物的感恩 知足者懂得欣赏身边的点滴 珍惜眼前的幸福 不会因为追求更多而迷失自己 因此 即便他们生活简朴 甚至只能睡在地上 也能体验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 反之 不知足的人总是对现有的一切感到不满 总是渴望更多 更好 他们的眼中只有未得到的东西 对已经拥有的却视而不见 即使他们身处天堂 享有最优越的物质条件 也难以感到真正的幸福 因为他们的心中总有一个无底洞 任何外在的满足 都无法填满这种内在的空虚 不知足的人 往往陷入无尽的欲望和比较中 失去了对生活本质的感悟 和对内心平静的追求 知足常乐 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 更是一种智慧 古往近来 许多智者都强调知足的重要性 在《道德经》中 老子说 或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大于欲得 同样强调了知足对避免灾祸 和保持内心平静的重要性 佛教也倡导知足常乐 认为这是通向解脱与涅槃的重要途径 总而言之 知足之人 虽卧地上 尤为暗乐 不知足者 虽属天堂 亦不称义 这句经文 深刻揭示了知足对于个人内心幸福的重要性 它教导我们 要学会满足于眼前的生活 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起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安宁 体验到生活的真谛 知足不仅让我们在物质上更加富足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在精神上更加充实和满足 真正实现内外兼修的和谐与幸福 将米钢装八分满 体现了对生活的知足和对未来的期盼 这种装米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 更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八分满的做法源于人们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幸福的追求 八分满象征着风盈与有余 这不仅表示家中粮食充足 更是一种内心的满足感和安全感的体现 家中的米钢装到八分满 不仅仅是为了储存粮食 更是为了让每个家庭成员 在视觉上和心理上感受到生活的富足与安定 八这个数字在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更是吉祥和好运的象征 在汉字中八语发同音 寓意着发达 发财和兴旺 这个音童的巧合 使得八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幸运数字 将米钢装八分满 正是借用了这种文化中的吉祥寓衣 象征着家中的财源滚滚 事业蒸蒸日上 每次看到装满八分的米钢 都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和希望 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 积极生活 此外 八分满的装米方式 也蕴含着忠庸之道的智慧 忠庸之道强调的是适度与平衡 不偏不倚 恰到好处 将米钢装到八分满 既不会因为装得过满而益处浪费 也不会因为装得太少而显得不足 这样的做法在物质上避免了浪费和益处 同时在精神上也提醒我们 要保持适度和节制 正如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那样 凡是不求极致而求适度 这样才能长久的保持平衡和和谐 这种做法还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每次将米钢装到八分满 都是对未来的祝福和期待 它象征着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期待着美好生活的到来 通过这种简单的日常行为 我们可以不断激励自己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和机遇 另外 留有余地也是一种智慧 避免因过满而洒出 体现了节制于中庸之道 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 更体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 古人常说 过犹不及 意思是 做事过度与做得不够一样 都不是理想的状态 留有余地 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和对未来的不懈期盼 在佛教中 常提倡适度与中道 这样不仅能保持物质上的平衡 也能培养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适度是一种美德 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 不要被欲望所驱使 迷失了自我 中道则是一种平衡的智慧 教导我们在面对极端情况时 能够保持心态的平稳 不偏不倚 适度与中道的结合 使得我们能够在物质与精神之间 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知足常乐 生活中懂得留有余地 不贪求过多 便能感受到平安与幸福 这个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为重要 它不仅关乎我们的物质生活 更关乎我们的精神状态 现代社会中 很多人被物质欲望所驱使 总是追求更多 更好 却往往忽略了内心的真正需求 知足常乐的智慧告诉我们 在追求物质的同时 更应注重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富足 米钢状八分满 不仅是一种传统 更是一种生活智慧的体现 这种做法 源自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和对幸福的独特追求 八分满 不仅在视觉上基于我们一种满足感 更在精神上提醒我们要保持适度和节制 每次看到八分满的米钢 我们不仅感受到家中粮食的充足 还能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安定和满足 这种满足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 而是因为懂得珍惜和感恩已有的 留有余地 也是对未来的一种规划和准备 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适度的储备和留白 能够让我们在面对突发情况时 从容应对 而不至于手忙脚乱 八分满的米钢 正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 它不仅让我们在物质上有足够的储备 更在精神上给予我们一种安全感和预见性 这种智慧 使我们能够在不确定的生活中 保持一份从容和淡定 总之 知足常乐 生活中懂得留有余地 不贪求过多 便能感受到平安与幸福 米钢庄八分满 不仅是一种传统 更是一种生活智慧的体现 它通过一个简单而具体的行为 向我们传达了深刻的生活哲理和智慧 每次看到八分满的米钢 我们不仅感受到家中粮食的充足 更能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这种智慧 帮助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之间 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充实 通过这种智慧的实践 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物质上的富足 更能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幸福 此外 每次取米时默念感恩之词 祝愿全家平安抗乐 奉一足时 将心中的善念融入日常生活中 这种行为 不仅是一种对粮食的尊重 更是一种修行 每次取米时 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和劳动的成果 祝愿家人平安 健康 幸福 这种感恩的态度 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内心的善念和慈悲心 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更加珍惜和爱护身边的一切 同时 这种简单而有意义的仪式 也能够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或关爱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不仅能够保证家中的米粮充足 还能在精神上得到提升和满足 感恩和善念的力量是无穷的 它能够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也能够为家庭带来更多的好运和福气 在现代社会中 虽然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但很多人依然感到内心的空虚和不安 通过这些传统的做法和观念 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平衡 既满足物质需求 又追求精神富足 从而实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接下来介绍几个招财方法 一时界修善 财富的积累 不仅依靠勤劳和智慧 更需心怀善念与感恩 佛说八大人绝经中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意思是不做恶事 行善积德 保持心地清静 这是佛教的教会 积善则运通 才自来 善念能够引导我们走上正道 使我们的行为充满正能量 这样的正能量 不仅能够感染周围的人 也能够为自己带来好运和财富 积德行善不求回报 福报自然会降临 不失忌贫 互设爱物 都是积累福报的途径 不失是指给予他人帮助 无论是财物 知识还是时间 都能够积累福报 祭贫是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或关爱 互生则是保护生命 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价值 平时多做善事 帮助他人 不仅能积累福报 还能提升自己的心性和运势 这样的善行 会让我们心情愉悦 内心平和 从而吸引更多的好运和财富 2. 心怀感恩 感恩现有的一切 知足常乐 知足者 父也 常怀感恩之心 内心平静 无欲无求 财富自然会来 感恩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它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中 发现更多的美好 每次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或挑战 保持感恩的心态 不抱怨 不气馁 才能吸引更多的好运和财富 感恩不仅能让我们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 还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 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感恩的心态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工作中 感恩能够让我们与同事 上司相处融洽 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在家庭中 感恩能够让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亲密 家庭和睦 在社会中 感恩能够让我们与朋友 邻里相处愉快 赢得更多的友谊和信任 三合理理财 财富的积累 需要智慧和规划 合理投资 避免投机取巧 稳健理财 以长久之计为重 理财时应当注重风险管理 分散投资 不将所有资金投入高风险项目 同时 保持财务的透明和清晰 随时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避免陷入财务困境 理财是一门学问 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实践 合理理财还包括建立紧急预备金 以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财务压力 要学会制定预算 控制开支 避免浪费 投资方面 要选择自己了解并且有潜力的项目 避免盲目跟风 在投资的过程中 要保持冷静 理性分析 不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影响 四风税助力 家众可适当摆放一些招财物件 如聚宝盆 财神像等 但需记住 信念比物件更重要 心诚则灵 选择合适的位置摆放这些物件 保持整洁和谐 有助于增强招财效果 同时 定期清洁和调整这些物件的位置 以保持其风水效力 风水不仅是物件的摆放 更是整体环境的和谐 除了招财物件 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 如富贵竹 发财树等 这些植物不仅能够美化环境 还能带来好的运势 要注意家中的光线和通风 保持空气流通 避免积聚不好的气场 定期打扫卫生 保持家中的整洁 有助于提升家庭的运势和财运 最后说说家中的几个忌讳 以破损物品 家世心灵的港湾 保持家中的和谐与清静 能够带来深信的平安与幸福 首先 家中不宜放置破损物品 破损的家具 器皿应及时修补或更换 破损的物品 象征着破碎的运势 和不和谐的家庭关系 容易带来不幸和纠纷 修复破损物品 不仅是为了美观 更是为了保持家中的正能量和良好氛围 二 杂物堆积 家中应避免堆积杂物 杂物堆积不仅影响家中整洁 还会阻碍气场流通 保持家中干净整洁 有助于良好气场的流动 带来顺利与吉祥 清理家中杂物时 应定期检查和清理不需要的物品 保持生活环境的简洁和舒适 清理杂物 不仅可以让家中更整洁 还能带来心情的愉快和生活的便利 三家庭争吵 避免家中争吵与负面情绪 家室和谐之地 应少有争吵与怨对 以何为贵 家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与包容 共同营造平静和谐的氛围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多沟通 多交流 解决问题时保持冷静和理性 不让负面情绪影响家庭的和谐 家庭和谐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和睦的家庭关系 能够带来内心的安定和满足 四阴阳平衡 家中布置应注重阴阳平衡 避免极端 过多的黑暗或光亮 都会打破家庭的阴阳平衡 保持适度的光照与通风 有助于身心的健康 在家中布置时 应当注意不同房间的光线和通风情况 选择合适的照明设备和窗帘 保持环境的舒适和自然 阴阳平衡的家庭环境 有助于身体健康和心情愉快 五 尖锐物品 避免在家中摆放过多的尖锐物品 尖锐的物品一带来煞气 应尽量减少或妥善摆放 以免影响家中的和谐与安全 选择装饰品时 可以优先考虑圆润 柔和的物件 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尖锐物品的减少 可以带来家庭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面对煤运时 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有助于化解不顺 通过乐解和遵循传统习俗 提升运势和生活质量 米缸的摆放与使用 招菜的方法以及家中的忌讳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 积极的心态 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好运 使我们在面对困难时 更加坚定和勇敢 佛说42章经中提到 心长存善念 福禄自来 保持心怀善念 生活中多行善事 必能迎来福报 无论是米缸的摆放 招菜的方法 还是家中的忌讳 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心存善念 感恩生活 以和谐 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 善念能够让我们与周围的人 建立良好的关系 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通过这些方法和习俗 我们不仅能提升家庭的运势和财富 还能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让生活更加美好 坚持心怀善念 感恩生活 定能迎来横财降临 家庭幸福 保持善念和感恩的心态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幸福 使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能够享受精神上的富足和满足 不仅能提升家庭的运势和财富 不仅能提升家庭的运势和财富